大家好我是Amy 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一個非常世界著名的心理測驗 叫做走路森林 那這個測驗呢 我在我的人生經歷過程中有非常多人給我測過 那測到後來呢 我就也成為那個去塗害別人的人 所以就來一次給別人測 那我曾經呢 在學校的時候有老師跟我們測過這個測驗 然後之前的朋友也跟我測過這個測驗 那今天我就是在跟我的小助理在討論腳本的時候 我就無聊給他測了這個測驗之後 他就說 那我們把它拍成影片 所以這一集呢 就來分享走路森林這個測驗 能夠怎麼樣讓你看到你自己的潛意識 然後以及呢 可以快速的剖析 你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那我現在呢 就先拿我們家的小助理做示範來問他 這是關於投資理財與自我成長頻道 如果你希望每週只花10分鐘 就能提升競爭力的話 歡迎訂閱哦 那我就開始了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這個 所謂的潛意識的走路森林的測驗 然後先讓我們家的小助理做實驗 好請 我先問囉 還是你要問 你問 喔對 應該是我問喔 他平常都是你問我有點不習慣 第一個呢 假設你走進森林的時候 你看到第一個動物你就會是什麼動物 嗯 猴子吧 那你這隻猴子戴的是什麼樣的性格呢 就是那種會 嘰嘰嘰嘰要有小皮的那種 嘰嘰嘰調皮的猴子 那後來呢 你就繼續往前走 你就會看到一個小木屋 那這小木屋它有門 所以這時候你覺得這個門呢 是開的關的還是半開呢 平直覺 嗯 應該是半開 半開的 那你走進小木屋之後 你就發現有個桌子 然後桌子上面有一杯水 那這時候這個杯子裡面呢 它的水呢 是全滿的呢 拌滿的呢 還是空的 拌滿 好 那我想要問你 這個杯子它的材質是什麼 應該是那種 透明的玻璃那種 透明的玻璃杯 那這時候你發現 哎 因為房子裡面有一隻動物 你覺得會是什麼動物 嗯 熊吧 那是什麼樣的一隻熊 就是那種 然後融融的大大的 中熊 那它 你用一些話來形容它 會是一個什麼樣性格的中熊 就應該沒有什麼話 然後我打一打 坐在那邊卡包 哈哈 非常的卡通 好 那你後來就決定說 好那你想要繼續探險 所以你就走出了木屋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旁邊有一個池塘 然後這個池塘呢 在它中間的一個 非常漂亮的紅寶石 這時候你會去拿它嗎 不會吧 可是那是紅寶石非常的漂亮 看起來很貴 哦 我發現水裡面有鱷魚 鱷魚怕被咬是不是 所以你不會拿它 那這時候池塘旁邊 有一個動物 你覺得會是什麼動物 應該是貓咪吧 貓咪哦 那是什麼樣的貓咪 貓咪就是可愛的貓咪 可愛的貓咪 那是那種傲嬌的貓咪 還是會撒嬌的貓咪 應該是傲嬌的貓咪 好是傲嬌的貓咪 那接著呢 你就繼續往前走 你就看到遠處有個直接的瀑布 那請問你覺得這個瀑布的水流的速度會是多少 速度 比如說1到10嗎 對1到10 應該中間吧 中間 那可能是那種 就是那種是稀稀細水呢 還是那種磅礡的瀑布呢 還是哪一種瀑布 哦應該有點速度 不會很細的那種 哦就中間正常 你常常看到的那種山裡的瀑布 然後這時候你已經即將要走出生命了 那這時候你又看到了一隻動物 或是有一隻動物的 他會陪你離開生命 你會覺得這隻動物是什麼 好像是狗啊 狗哦 什麼樣的狗 黃金獵犬之類的 黃金獵犬 所以就是那種看起來很大隻 哦對大一點 但是性格憨憨的 嗯 好 那我們現在來解析一下這個心理測驗的答案 然後如果你剛才一樣有聽這個問題的話呢 你也可以在那邊偷偷寫下你自己的答案 然後我現在來稍微小小解析 那我先講 第一個答案呢 就是你走進生命裡所看到的第一個動物呢 其實代表現在的你還有你在別人眼中的樣子 那像我們家小助理呢 看到的就是一隻猴子然後滴滴叫然後很活潑 那他可能在別人眼中的樣子就是屬於這種形象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當你看見小木屋那個畫的時候 你看到他的門的狀態 其實也是代表你現在內心開放的狀態 如果門是開的呢 就代表你現在的內心是屬於 比較對外開放的狀態 如果是緊閉的呢 就代表你可能不想要對別人打開心門 然後再來呢 第三個呢 就是杯子裡面的水呢 是半滿全滿還是空的呢 代表你對生活的滿意程度 如果是全滿的代表說你非常滿意現在的生活 那如果是半滿的就可能是一半一半 那如果是空的話 可能你對自己現在覺得生物感受到有點匮乏 那杯子本身有不同的材質 那假設你的材質是屬於那種像是木頭啊 塑料這種比較耐用的材質的話 某種程度上是比較不害怕別人的批評的 那如果是比較需要照顧的材質 比如說像是玻璃啊或陶瓷的話 很有可能其實你的內心呢 是需要有別人照料你的情緒的 那這個就是杯子的材質呢 會代表不同的意義 那屋子裡面呢 你會遇到一隻動物嘛 那這時候你遇到的那隻動物呢 其實是你內心的你自己 就像比如說 像我們家小竹魚說 他看起來外表是一隻猴子 然後叮叮叮叮 然後很活潑 但是呢 走到屋子裡面 他看到是一隻康康的棕熊 然後什麼事都不做在那邊看報紙 然後也不理他 然後所以就是 他可能在內心世界裡面啊 就是那隻棕熊 那接著呢 就是我們看完屋子裡的動物之後 我們不是走出了小木屋嗎 這時候你發現旁邊有個池塘 然後這個池塘的中間呢 有一個紅寶石 好啦其實這個測驗 是我某一任前的男友讓我測的 這個紅寶石呢 你會不會去拿呢 代表是 如果你在遇到了外界的誘惑的時候呢 你到底會不會去 Tag 就是如果說你在有伴侶的情況下 然後又有其他的誘惑的對象的話 你會不會去跟對方調情 那那個紅寶石呢 代表是誘惑 那小豬魚說他不要 因為他覺得可能會被咬 可能會有鱷魚會咬他 所以他可能在直覺上面 他也不覺得這個紅寶石 有特別吸引力 或者是他就屬於那種 比較不會外遇的直覺 然後像我那時候在測的時候 我就說不會啊 我不會去拿 那時候對方就說 可是那紅寶石看起來很貴 而且看起來很有 可以花很多錢什麼的 然後他說 你真的不會想去拿嗎 我說可是有水啊 他就說可是那遲量很淺的 你一進走過去就可以拿到那紅寶石 然後就是我之前那個朋友來幫我測的時候 他就瘋狂的希望我可以去拿那個紅寶石 然後我那時候就說不會 我不想拿 我很怕被注重 一個莫名其妙的紅寶石放在中間 還沒有人拿 沒有問題 然後他就覺得 自己都覺得很 認為人性反而這樣子 然後最後呢就是 在食堂旁邊呢 也有一隻動物你覺得會是什麼 那在食堂旁邊的那隻動物呢 通常是代表你的另一半 那像我們家小助理剛剛選的是貓咪 那我問他說貓咪有分兩種派別嗎 一個叫傲嬌一個叫傻嬌 他選的是傲嬌派這樣 所以他的未來另一半的形象 可能就是像貓咪一樣 然後可能是傲嬌派的人 那像我曾經一個朋友選的答案最爆笑 他說他在食堂旁邊看到一隻老虎 然後別人問他要不要拿那隻紅寶石的時候 他就說他會叫那隻老虎去拿那個紅寶石 意思就是說老虎代表他的老婆 然後那個紅寶石代表他的情婦 所以他可能會要求他的老婆去搞定他的情婦之類的 然後再來呢就是 當你繼續往前走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瀑布 遠處的瀑布 那這個瀑布呢 也是大家最喜歡問的 因為瀑布的流水的強度呢 代表你性慾的強度 這會不會被黃標 應該不會吧 還好 對我們應該還算蠻健康的頻道 再來呢 等到第九個題目就是 當你走出森林之後呢 你可以帶走一隻動物來陪伴你自己 然後這隻動物是什麼樣的性格呢 其實是代表未來的你 然後像我們家的小助理選的是 一隻狗 然後像黃金獵犬 然後喊喊的 雖然很大隻 但是其實性格呢 是很溫和的一個性格 那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東西就有點像是 中熊跟他那個小猴子的結合 介於中間 因為那個黃金獵犬呢 他其實也是一個 屬於比較溫和 但是他是一個很大隻的一隻動物 那如果在一些職場的測驗上面呢 其實如果是屬於狗 或者是屬於馬 這類的動物的話 因為他們有非常好的爆發力 所以呢 也會通常代表你的潛力呢 會是蠻大的一個人 那我自己呢 以前測過這個類似的測驗之後 我記得我當初 測出來的大家也很好笑 我走進森林之前 我看到的是一隻貓咪 一隻可愛的貓咪 那因為他代表別人眼中的我嘛 可是走出來的我呢 是一隻獅子 然後就是一個完全落差的一個表現 所以就是後來想想也是 就是獅子也是貓咳的嘛 不生氣的獅子就看起來就像貓就這樣子 隨著自己的成長呢 你可能也會慢慢的 從一隻普通的小貓咪 變成了一隻大獅子 那這個測驗呢 是我目前玩過 就是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然後也可以快速的了解一個人 在判斷事情的時候會是什麼樣的 那當然他可能不是一個非常傳統或正統的一個心理測驗的問題 但是呢 我覺得透過這種方式來認識朋友心理的狀態 或者是來跟朋友交流 然後增加話題是一件滿有趣的事情 那也在這裡呢分享給你們 然後或許呢可以趁這個機會呢 可以去跟朋友聊聊看 那他如果在走進生理之後呢 會遇到什麼樣的動物 就可以偷偷了解他們 對自己的心理認知 還有別人眼中的他大概是怎麼樣的 最後呢 我想要來問大家幾個問題 A我從來沒有玩過這個走路生理的心理測驗 B我之前就玩過 但是我覺得這個聽聽就好 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C我之前玩過 然後給不同朋友測發現這個真的很有一點參考的依據 好像還滿準的 B隨意和我閒聊 聽完這以上的測驗的時候 你有沒有嘗試著自己測測看呢 如果有的話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你是哪一個動物啊 就是可以告訴我你在現在的自己 還有未來的自己 或者是你在房間裡的自己 到底是什麼樣不同的動物 我們一起來交流喔 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給大家的內容 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留言跟我說 也歡迎大家訂閱我頻道 那麼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